哈喽 今天我又没开车 今天我要去接我等了整整两年 超过两年了 两年多一点的一个老baby 是那个老baby能让我等两年 整整两年 我们到时候到了就知道了 我到了这边车没到 然后老板还蛮负责任的 把我车拿去洗了 我们就在这边等一会吧 好多奖杯啊 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了 就是我那辆baby Benz 就是那辆1901 为什么等了两年 这两年在干什么 坐下来吧 因为我那辆车是1993年的车 93年的车 然后跑了 我买来的时候 已经跑了43万公里了 当然这种老车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漏油啊 渗油啊 各种各样的问题 陆陆续续花了很多钱 大家也知道奔驰的发动机 特别这种老发动机 上面的配件特别贵 花了很多钱 后来我想一步到位 那时候正好我的 以前那辆Evolution EVO3 三代就卖掉了 但很多原因了 EVO3卖掉以后 还是有一颗JDM的新 然后我就选择 给它做一个心脏抑制手术 就换了一台 一勾字的发动机 现在是 目前应该是原厂 均值协定的280匹 然后我现在还没拿到 之前有试过一次 但是呢 我当初跟老板谈的时候 就是他跟我说 大约30天到45天可以完工 然后 OK 我就付了定金 然后也买了发动机 然后就等啊等啊等 反正就是陆陆续续 陆陆续续续续续 等等等到现在就是两年 终于完工了 我把所有的手续啊 变更啊都全部做好了 我记得是两年前的10月份吧 今天正好是10月1号对吧 今天是哎 国庆节 大家国庆节快乐 10月1号拿到整整两年 很多人说泰国人的效率很差啊什么 以前我没有什么泰国 就是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我真的就是 30天到45天一下子就变两年 但是这个老板有一点好的就是 我们也碰到过很多泰国就是改车啊什么 就是你去问他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他可能就因为都用赖嘛 已读不回 这点这点就让我特别讨厌 但这个老板就这点好 哎你每次问他他有问必答 然后每次你有不耐烦的时候就觉得哎 怎么那么长时间 他马上会给你你的车进度到怎么样了 改到什么样了 所有的照片啊都会给你 马上你就哦心定了哦没问题他在弄 所以就陆陆续续这样拉拉车车拉车了两年 但是我为什么选这家店就这家店 刚来刚进来没看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车 老爷车也有 然后之前这边全是保时捷 包括这种奥迪TT啊都是改那种小跑车的 当然就是台国有很多小作坊嘛 我都不太敢去 因为毕竟是一个对于车来说是个大手术 所以这边慢是慢了点 但是我去看了一下做的东西还是的确不错值得等 我们等一会吧等我的老baby回来吧 这个老板也非常喜欢mini啊 mini的车 然后Baja Dio WR 然后上面全是15的Monkey Dex Monkey 前两天我看他又买了一台 又买了一台新的Monkey 在哪 那是老的C50的 C50的Monkey Gorilla 哇 有钱真好 来看一下 看一下 哇 这奖杯都已经 各种各样奖杯都已经全是灰尘了 不止 还真 确切来说老板是赛车手 我刚忘说了一点哦 他一直在马来西亚泰国啊全国各地包括在国外在比赛 所以一比赛整个车队就拉走了 然后就就停工了 所以就种种方面我还能理解啊 就是如果放在国内的话一辆车给我改两年 也不是改就是心脏移植嘛 换一台发动机 要给我弄两年的话估计都疯了 客人可能要报警了呀 但这是泰国 就习以为常 我脾气也已经磨得很平了 刚才我们要去吃饭 然后就看到一辆很帅的车开过来 我开什么车 哦是我的车 好多好多配件 这车唯一的一个大必病就是 那时候因为环保 然后门板1900的门板全部是硬质版的 你受得了吗 你看 所以这个门板待会要换 然后看一下发动机 一钩子发动机 刚才我听着泄压法的声音就特别激动 就毕竟还是有一颗接电门的心嘛 好了我们待会就开走了 这辆车拿回来以后 很多东西要全部翻新一下 一个门板另外一个电池也不行了 放了两年估计他们也没充电 然后现在在换电池 所以现在把电瓶换一下 但整体看上去这辆车还是真漂亮 我已经好久没有开那么低的车了 我后期可能想把它改成气动逼真 姿态更漂亮一点 然后这次加了一个小压尾 整个车感觉就是扁扁平平的那种 现在目前应该就原厂动力200多匹 刚开起来感觉就比以前有力 以前1.8升的嘛 而且那么老的车 然后现在是2.5六缸带涡轮 动力跟以前肯定是相差很多 但是后期要不要改更大的马力 所以先开一段时间吧 不过我觉得可能会忍不住 一勾子应该可以做到700匹 但我觉得700匹可能路上就没法驾驶了 我觉得到400多匹 四五百匹应该OK 我说实话机舱要比以前干净很多 原来的发动机上面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电线 但现在改完以后整体机舱干净很多 这个动力比以前大好多好多 我觉得这个刹车有点不够用 刹车要再升级一下 这个吸引压法的声音 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